说到了这个 跟我们长箱左右的保温屏 燕利杜家介绍了蛮多的 那眼见为凭 所以坊间你几乎碰得到的 各式各样 我们都帮你找到摄影棚里面来 燕利来告诉我们 你刚说的有焊接缝的啦 会卡购的啦 还有什么有内胆很厉害的 你可以跟我们来这边做个介绍吗 可以像我家自己 有二十几个保温屏 然后回家看天哪 几乎都不OK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家里头的保温屏 全部都是有焊接线的 那以这个保温屏来说的话 焊接线在这边 那所谓的一个焊接线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个焊接线 那焊接线呢 它其实会有两大缺点 第一大缺点是因为焊接线嘛 所以它容易卡一些脏污垢 那我们清洗不容易 所以这是第一个缺点 那第二个缺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知道叶子 它在焊接的时候 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跟方法去焊接 所以极有可能遇到高温 不管是开水啊 或者是饮料等等 它就会释放出 融化出一些有害的一个物质 这对人体来说 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一件事情 好 这个就是说 怕焊接会释出一些有害身体的 那再来进阶一点 就是一体成型的 所谓的不锈钢 对不对 然后再往上升级一层的话 听说有一个很厉害 内胆的那个喝下去有比较厉害吗 对 其实现在最流行最厉害 对人体最健康的就是陶瓷内胆 再穿一件衣服就对了 对 再穿一件衣服 而且它是层层保护 不仅是层层保护 而且是万能的 怎么说呢 因为像俊相 我们刚刚都在聊天就聊到说 那如果说我们要喝牛奶 或者是喝辣椒 或者是喝豆浆 你用一般的这种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 就是喷漆的这样的一个保温瓶的话 它极有可能就是不仅会流到异味 而且你喝了之后 对身体来说会不舒服 因为它会拉肚子 我拿这个有内胆的比较重 稍微会重一点 可是呢 对身体好你要不要吗 要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虽然它比较重 可是因为它是陶瓷内胆 而且呢这个陶瓷内胆 它是经过1300度的一个高温 烧制而成 所以刚刚讲的 这个喷漆的一个缺点 它通通都没有 包括牛奶 豆浆 或者是中药等等 果汁等等 通通呢我们装进去喝呢 不但不会变质 而且呢你喝了之后 就是原来的一个味道 然后清洗也非常的一个方便 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一个万能品了 就等于把一个不锈钢 或金属材质的一个外衣里面 放一个我们平时在用的瓷碗啊 容器把它用一体成型做在里面 我们大家看一次 这真的是很玄妙 你看看 它里面的这一层 就是陶瓷 也就是说我如果有办法 把这个内胆拿起来 一咚 碰 它是会破掉 当然会破掉 这个一体成型是不会的 没错 好那我们进一步 这边帮大家整理了一些数字 我们进一步从数字来看 这样会不会更科学一点 会 对 对那不锈钢呢 现在就是大家比较 一般民众普遍买的 比较能够接受 就是不锈钢的一个材质 保卫效果还不错 大概会有五小时以上 可是它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不建议装酸性的果汁啊 或者是牛奶啊 或者是辣椒等等 因为你喝冷了 这个可能会变质 然后会拉肚子等等 那第二种呢 就是不锈钢加陶瓷噴气 也就是我们第一时间给大家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保温品 它的保温效果也不错 也是有超过五个小时 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坏处 就是呢 因为它是噴气的嘛 那万一我们清洗的时候不小心 或者是不小心刮到东西的话呢 它就会落叉 那落叉呢 你的有害的物质就会溶解出来 对身体来说就不好咯 所以我们超级不建议装这个牛奶啊 或者是辣椒等等 这样的一个饮料等等 那第三种呢 就是内层是陶 那内层是陶呢 它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温的一个效果 虽然它是用800度烧制而成 所以很多民众买回去就是发现 没好 买这种 量的很快 对量的很快根本没有效果 等于是浪费钱嘛 所以这种我们其实是没有那么建议 那现在最厉害 从去年开始成为一股新的风潮的 就是硬白瓷 内胆是硬白瓷 它是1300度烧制而成 它的保温效果 至少是四到六个小时 任何的饮品都可以装哦 不会变质 而且呢 不会残留之前的味道 不管你是装咖啡啊 装中药 都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味道 喝起来也没有重金属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一般民众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的选择 每一个新的发明背后都是磨光 多少脑细胞去开发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新的产品 或者说创作吧 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许总 许总来跟我们讲一讲 漏网镜头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白瓷内胆 拿起来很沉 用起来可能会让你更安心 你怎么会去想到 要把里面再装一个内里 而这个内里 反而是确保我们的健康呢 其实当初在研发这个的时候啊 其实自己我本身也跟艳丽一样 我会拿不锈钢的保温杯装任何的饮品 比如说像我自己喜欢喝果汁 喜欢喝茶 我也喜欢喝咖啡 那其实在当下我就发现到一个问题 不锈钢的保温杯一定会有个味道嘛 可是当我装新的饮料进去 我就想算了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一直到有一次我去超商 买了一杯拿铁 回办公室 我要喝的时候发现 怎么会有像优若乳一块一块的东西 我就想说是不是 就是牛奶拿铁坏掉了 对那我就拿回去跟那个超商店员 他当然就换了一杯拿铁给我 可是我发现不对啊 是不是因为我昨天装了柠檬汁 没有洗干净 没洗干净 我想说那我上网找找看好了 是不是真的因为柠檬汁跟牛奶 然后来产生了这个结块的问题 结果发现一查之下真的是柠檬汁跟牛奶 它会结块 对 然后想说那我误会那个店员了 赚到一杯拿铁 对对对赚到一杯拿铁 可是这个不是我要的 因为我要的是一杯好喝的拿铁 对好 所以我在想说那是不是有哪一种东西 可以让我像保温杯一样装着拿铁 装着我要喝的果汁带着走 那通常我朋友他就介绍我去百货公司买了一个 也是保温杯那是整个都是陶瓷的 然后我就很开心买回来用 可是用了第一天我的心就碎了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他不小心 他碎了 所以他就是一个瓷碗嘛 对 啪就碎掉了 所以我连用都还没有用 他就破了 我的心就跟着他碎了 那所以后来想说那是不是 我可以帮他穿一件衣服 让他比较不容易破 所以我就去找了市面上的产品 我发现竟然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去跟我们的工厂去跟他讨论说 是不是像我把我自己以前喜欢用的这个 不锈钢的保温杯 来去跟我的陶瓷做结合 可是发现一个问题 基本上来讲陶瓷他非常的易碎 那他要怎么去跟不锈钢做结合 这个就是他最厉害的地方了 那我们试了很多次 当然我们也有试过像是 刚艳丽有讲嘛 我们喷陶瓷漆上去 可是就是他还是会有味道 他不会像真正的马克杯的陶瓷 不会有味道 所以我们就是把陶瓷的温度 再把它往上升 往上提高到1300度以上 就是所谓的类似像硬白瓷 我们以前在烧的那种油 就是它的温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它的材质更坚硬更不容易碎 那当然它也更不会有颜色上去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就研发研发研发到最后呢 好我们找到了一个方法 那我们研发了这个专利 就是让不锈钢跟陶瓷做结合 你右手边那个白色的 那个就是它的内胆 就陶瓷的部分 对 那怎么把它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秘密 这个没有办法告诉你 对好 那其实你可以看得到陶瓷保温杯 它外面一定会穿一层衣服来去保护它 对 那这个衣服就是像我现在 从桌上摔下去 都不会破 它刷一个你知道吗 保护得很好 对但是这个 它这里就起一角了 那其实基本上来讲 像我之前买的那个陶瓷的那种 不保温的 它冬天的时候我拿回去办公室 它就冷掉了 对 可是像这一种来讲啊 因为它是硬白瓷 所以它保温效果非常好 它不会有上色的问题 重点是它不会掉漆 然后它不容易碎 这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刚刚讲到的 它比较不容易上色 我简单讲就是 它不会卡购 因为它因为1300度高温的烧出来之后 它变得非常致密 它完全是没有细缝去卡购的 概念是这样吗 是的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体成型 你不需要去买刷子来清洁了 家里有海绵吗 稍微用海绵刷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它清洁非常非常的方便 对 那而且啊 其实像这个来讲啊 我们家都有去研发了一个 就是像我刚刚有提到的 我们家的专利就是把不同的材质 跟硬白瓷来去做结合 跟陶瓷来去做结合 那当然其实陶瓷啊 结合之外 我们还要做过很多的检验 我们有做过SGS的 陶瓷的重金属的检验 我们还有做了一个 不锈钢材质鉴定的检验 还有做了胶圈的一个塑化剂的检验 所以其实啊 我们在挑选保温杯来讲 我们有对三个最重要的步骤 是哪三个 第一个不变质 不保留 不变质 不残留异味 然后再来是要不掉漆 所以其实像陶瓷 它不会有掉漆的问题 它不会有味道的残留 它不会有变质 不会有像艳丽 像县丽刚刚那样子 喝了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而且重点是 这个味道啊 真的不好闻 那我们就是要用陶瓷 来取代所谓的不锈钢 而且不锈钢啊 它不是不会生锈 它有一定的使用年限 像我自己啊 以前不知道 我一个不锈钢的保温杯 我用了五年 可是我后来发现 其实不锈钢 正常来讲 大概平均一到两年 你就要换掉了 而且你有敲到 就不要再用 因为你不知道 敲到的时候 它会不会有那个裂缝 会不会有不好的东西出来 那不锈钢它都会有各涅蒙 这种重金属的残留 它其实在我们的体内 是没有办法排除的 它的衰退是有到40年之久 而且啊像重金属这种东西 它会帮助我们 就是它会让我们 就是记忆力不集中 而且会有健忘的一个问题 所以哦 你听到这个地方会发现 哇 有一个内胆的这个白瓷 被它花这么多年 研发出来的这个成品啊 下一次你们家保温萍在大阅兵的时候 哎 太弱流强 那些有焊过的啦 那些有闭嘶的啦 咋叉咧 可以让他退休退伍了 meeting 17 2 2 2 1 2